小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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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妹 加油 加油 趕快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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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換在瓦麗堆裡 舊男人員喊她小朋友 她的第一句話卻說 我不叫小朋友 我叫小寶貝 還記得當年 太重風源 七歲女童嗎 如今她已經是婷婷玉立的 二十七歲膽孩 對 可能就是搖晃 然後搖晃過程中 可能有聽到爸媽 也是都聽到爸媽的聲音 拿著保存二十年的照片 小時候一家人經常出遊 自己不是在爸爸懷裡 就是被媽媽擁抱著 但一場九二一地震 讓她一下子失去了 雙親和哥哥等六位家人 如今二十年過去了 小金說她完全不記得 自己被救出時曾說過 我叫小寶貝這句話 然後其實後來我能理解 為什麼就是小寶貝這樣子的話 其實因為是家人的 最小的掌上明珠 我會留下來 其實我大概也會想說 應該是他們都要保護我 就是因為我是他們的小寶貝 今天叫應舉 傳統應舉 來 雙腳與肩同寬 來 一 健身房裡仔細調整 學員姿勢 小金現在可是健身房的專業教練 透過健身 小金幫人找回自信和健康 正如同當年九二一地震 遭逢巨變的她 由阿姨和遺狀撫養 在滿滿的關愛中成長 我一直都不覺得就是可能 家人有離開過 對 因為其實我陸續過程中 有發生過車禍 就是都是滿嚴重的 或者是說陸陸續續 有一些小事情 其實都讓我很平平安安的度過 頂多就是小傷 或者是就是對 所以我就覺得說 他們其實都有一直在我身邊 曾經是家裡最寵愛的小寶貝 七歲小女孩被迫在九二一地震 一夕長大變成阿姨家中的長女 走過人生低谷 如今帶著自信 勇敢面對人生